大力宣傳新疆能吃到俗稱無國魚的羅飛魚 也就是台灣雕 但在南方廣西卻傳出有民眾抗議 羅飛魚大量繁殖 嚴重威脅當地所流生態 向廣西農業農村廳反映卻被冷回 羅飛魚大多冬天就會自然凍死 不少中國民眾看到後轉發消息 還說羅飛魚真的很多 鄰居今年給了不少 還有人說自己天天去釣魚 有發炎泉 在廣西某條江一年四季 從早到晚 不管什麼飼料 羅飛魚永遠不缺席 農業部也曾介紹 臺灣雕就是高品質的無國魚 肉多軟嫩魚刺少是主力外銷 養殖產地大多在臺南加益 全年都是產季 尤其五到十一月是盛產期 一九四六年臺灣從新加坡引進無國魚後 當時分成兩種方式飼養 精心用人工飼料培育的就叫臺灣雕 一般肥水養的叫無國魚 兩千年後因為技術升級 飼養方式差不多 兩種品質都很好 所以現在無國魚也叫做臺灣雕 是不是因為臺灣雕繁殖太多 導致中國廣西河流生態受到影響 還不知道但中國官方冷處理的回應 恐怕難以解決當地羅飛魚大量繁殖的問題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